你们好,今天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好,这次呢我就是想讲一下我从美国这次买了什么 然后但是在洛杉矶买的会单独放一个小视频 因为那个我是在机场录,就是录了一下 因为那天就正好把东西就放在身边 然后还没有装进那个行李箱 然后我那天就专门就是分别录了一个小视频 然后会放出来 但是这两个我也是在LA的那个Nostrum买的 然后这个是就是那个小胖说的那个牌子 然后是那个这个牌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发音 然后这个,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姐 然后说You are my gift You are my gift 然后是这个,You are my gift, I'm my gift 就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礼物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它原价是六十多 然后我买到手是三十五块多加税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这个是镀金的好像 我记得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是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就是这个Infinite的一个符号 就是用极限的一个符号数据 就是李克生应该都知道这个符号吧 然后文克生说的也是 因为这个符号就是你常见的一个 这样的符号 然后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我是自己很喜欢这个符号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个我是准备给朋友当礼物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当如 可能我也自己带的,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带也蛮好看的 就小小的嘛 然后接下来我就说那个沃尔玛买的 我买的是一个Acne Free的这个牌子的 Acne Spore Treatment and Red Control 这个叫我不知道 Termin 什么10 就是这个10 就是百分之十含量的这个 10% Microbenzoproxidase 这个是 这个是 过氧化本 还是 反正它是一个有本成分的 它这个成分叫 Benzoproxidase 这个成分 然后这个成分 我问过我父母 因为 它含有本其实是止癌的 所以其实 它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用完之后一定要去洗手啊什么的 你不要直接去拿食物 这个 有本含的东西都是止癌的 然后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它 枝豆非常快 就很快速的那种 因为 你涂上去 就第一天涂上去 第二天基本上就已经有点起皮了 但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用 因为 这个也是 Benzoproxidase 也是那个NHS的 官方推荐的一个 就是 acne treatment的一个药 但我觉得就是 没有那么 就是 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它里面是一只药膏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药膏 然后挤出来 然后挤出来是 就是 就是这种 反正就是白色的膏体 挤出来 就是这种 这种白色的膏体 然后 我觉得这个最好洗完 因为我真的要去洗水 但是它真的很快速 然后很好用 嗯 但它这个 它这个一个系列好像都很不错 但是我没有注意 因为我觉得那个太壮了 而且 我就不想一直用抗痘的 我觉得抗痘的东西 也是有点不好的药性成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喜欢的这个 这个牌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反正就是这个 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 cleanser 一个moisturizer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wiper的那个 就是cleansing clothes 然后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cleanser 是那种透明的 然后那种透明的是gel状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那种是 白色的那种cream状的 然后我不知道它是改成分还是怎么 但是就很好用很融合 然后这个moistur的也是很滋润 然后我觉得就是敏感皮就很 就是非常真的要入这个 然后这个是only at walmart 然后这个很划算 这个套中才12点多美金吧 好像是税前是12多美金 然后税后应该是13还是多少 忘了 反正我觉得在沃尔买 买东西很划算 然后这个也很便宜 我忘了多少钱还是 也是打折买的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赶紧 就入一个 然后用完之后记得洗手 就要吃东西真的要洗手 或者是你用 就用筷子吃啊 不要直接拿手 这个benzo toxide 这有个成分证值 我再次强调 然后这个是 还有这个是wetomwild的这个 因为我之前那个评价视频里有推荐 就是它那大的眼影 非常好用 然后我这个还没有打开 然后这个盘子叫做 嗯 comfort的这种728 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边我觉得不太实用 但是就是 这边两个绿色 然后一个灰 一个像棕 棕色绿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是灰色里带有一种绿色偏光 然后这边都很实用 就是粉棕色的盘子 就是这边就是很温柔的女人感觉 然后就挺好看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买的那个补梦网 这个是在尼亚加拉库部那个小店里买的 然后还有一个石头 但是那个那个就是我 我爸要我买给他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 然后就他带走了 然后这个就是4.99美金 然后加税以后5点多美金 这个补梦网 但是这个补梦网 我必须说它的质量很一般 虽然它便宜 但是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Grand Canyon的那个gift shop里面看到一个补梦网 质量非常好 然后但是它比这个贵 应该要十几二十块钱吧 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挺好看的挂在床头 我之前也想说要不要买棕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好看 就是米色的这个很漂亮 然后这个是Dream Cut Dream Cut 是那个补梦网嘛 它是放在床头 然后你就不会做噩梦的 然后我觉得挺好挂的 然后还有我就说在那个 Big Guys买的 不是Big Guys 是叫Big Locks 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 那种就是家居 然后什么都有 然后它也有化妆品 它比较少 然后我就随便挑了一些小包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 这个很便宜 我不记得多少钱 反正这个就是那个 Women's One Day 然后是叫Sung Down 这个牌子叫 Witamina Witamina Melt 我不会读了 然后就是多种 维他命加 钙啊 铁啊 芯啊 跟叶酸 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很便宜 它不太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脚的那个Mati Witamina 这个是芝麻街的 然后很可爱 它打的就是它一粒是有那个芝麻街的那个头在上面很可爱 然后感觉有点像摇头碗的感觉 不好意思 就 就 忽略我刚刚那句话 然后就是 还挺可爱的 然后 还有这个 就是 这个是标记重点的那个东西 然后 这个是九毛钱 还有 九毛钱美金 还几块钱美金 然后 然后 还有一大堆的那种小化妆品 先说说两个唇膏吧 这个是Rilum的那个lip butter 然后它就是有一点 它的素蓬风还是好的买的时候 但它就是有一点碰坏的 然后它是两块钱美金吧 然后看完找到这个之后 我第二天去的时候 我又找到了这个 然后这个也是连素蓬都没有插 我现在插给你们看 然后这个是零一 哦 这个是 一零色 然后这个是 四五 零四五 然后 这个也是这种 是淡紫色 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淡一点 就是涂得像眉口那种感觉 然后是这种紫色的 这种颜色的 其实也蛮显色的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图案就是 跟眉图一样 就是 涂到我嘴上很不显色的那种 这个颜色 就感觉眉图一样 但是还是挺滋润的那种 这个是多少钱 就是 0.9还是1块钱 然后这个是 Covergirl的那个 就是 shadow pencil shadow crayon 然后是金色的 这个没有标签 然后他就给我用2块钱 因为我觉得 这个打卧彩也很好啊 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个 也是2块钱 Covergirl 这个有牌子 因为这个 这个没有标牌 然后他就给我扫了 这个也2块钱 然后这个是professional 是一个透明的就是 Mascara Clear Mascara 然后 它的头子感觉是 是这种弯的头子 然后很好玩 然后这个 你们真的想象不到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一个 就是shadow primer 然后一个Mascara 一个 Eyeshadow pencil 然后一个 Eyeshadow 然后这个是 这个原价是5磅嘛 这边写的 然后 它2.5磅你知道吗 2.5磅 2.5美金 sorry 我以前说的都是美金啊 我讲一下 因为头脑一样 是2.5美金 然后我可怕 然后这些就是群 那个 然后我说我在 Laswejas outlet 买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是在 America appear 他们的 outlet 买的 这个是 一美金一双 然后我正好没带拖鞋 然后这个质量很好 我就买了 质量真的挺好的 然后我觉得 在国内6块钱的时候 别人买不到 这么好的质量 就是拖鞋 然后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Rose Slave 就是他们搭了那个 Smith家的那个 就画雷膏 然后 这边我还没拆嘛 我之前用过就很好用 我会带回国用 其实 就不会在这边用 然后那个是五美金 然后打了一台特价 然后还有这个 然后是那个 在一个就是卖很多鞋的店买的 然后 它就是 它那个店好像专攻的这个款式 然后就是那个 七鸟格的款式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进 就是坐飞机穿回来就是 我坐了 二十多个小时 将近三十多个小时 我就穿它 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三十几 不到四十美金 加水 三十几万 这是几万 然后还有一个 在Nikki他们家买的一条 就是裤子 然后这个裤子穿上 就挺显瘦的 因为 就是这种很紧的裤子 就是 比较难穿出那种瘦的感觉 我觉得 但是它很显瘦 然后我必须说一下这个 就是之前那个视频 有拍那个 我在rebook买 就是 TJ Max买的这一条 rebook的这个 这个 嗯 就是 也是这种跑步的裤子 然后 它背面是有这种 它是这种 就是给你有那种 隔一隔一隔的 感觉瘦腿的 这种 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没有这个 Nike这一条 显瘦 虽然这一条感觉更宽松 都是XX号的 他们那个 就是XX号吗 但我觉得 Nike这个更显瘦 但是我觉得我买这个 唯一很无语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 这个款式 它这个款式是 是那个 嗯 我 就是它是 keep you warm 就是 让你保暖的那种裤子 就是可能有点自发热 还是什么的 反正 但是我觉得英国还好 因为它不会太热 如果你在 就中国 什么比较热的夏天 用这个会挺热的 就是 就是你要 买之前要看一下 那个小标牌 我就很怂买的时候没看 然后 买回来才发现是保暖的 但 在英国还好 就不冷 不冷 冬天 夏天也不热 然后 春天 现在这春天也不热 所以就还OK 然后还有 就是 我在肉 先讲 哦 还有 这两个巧克力 是在Begas买的 还有一个 好食的巧克力 就是 很便宜 有点吃掉的 这个是一块钱 一块钱美金 而这个是两块钱美金 这个是海盐味的 然后我听人家说的挺好吃 我就买了个事情 然后 它巧克力 Begas买那个巧克力也很划算 然后吃了也可以开 然后有什么锅子什么的 我妈买了一个那种 就是烹饪用的 一个那种烤盘吧 就是她喜欢烤一些东西 然后就买了烤盘 带我通过去 因为她觉得在中国烤盘很贵嘛 我就买了 然后她买的东西 我就不提了 然后这个 这个是在那个 嗯 就是Rose买的一根 麦克罗斯包 然后她原价是 400多美金 我买到现价加税 不到150 可能150还是多少光 150美金 大概是这样 背面是比较空白 然后有个小吊珠 然后她 她是单间的嘛 然后上面有一些这个 锚钉 然后我觉得密集孔就真的可能会有点害怕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反面背她其实 但是她这个皮 我必须说 我刚摸 我拿到时候不是很喜欢她这个款式 但我刚摸到她的皮的时候 就被她的皮振服了 真的非常舒服 还有一双 还有一双 Flaris的那个 奇乐的鞋子 然后 这个根特别短 然后像那个 有没有像蜜毛鼠里面 迷你的鞋子 然后的感觉 鞋根非常短 然后还有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Full Sale的那个 就是手表 我没有拿过来 然后 等一下我去拿 这个影片里面的非常长 我快能讲 然后Full Sale的这个手表 是长这样的 也是在Rose买的 很便宜 具体多少钱还不知道 好像是半价的样子 反正它标价上是 它标价上是 95美金 然后我 不到40 可能价税40多美金吧 原价是40美金好像 然后加了一些税 然后不到50美金买的 然后一半价很划算 对 平定的位置很划算 所以我 我建议如果你去美国 然后如果Rose赶了 就是赶快去挑一些 东西很划算 然后又 比较挺好的感觉 就是 这两个不差 然后还有两个就是 这个杯子 在那个 Starbox买的 这个是20美金好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在那个 Brookstone买的 一个 iPad的 mini的键盘 像这样的 它这个是 是29点多美金 然后加税是 30多 30多 30多多少 我忘了 反正是30多美金 然后它这个 比它更轻薄版的 但我觉得这个已经很 这个比较坚固一点 然后它比较厚一点了 然后 轻薄版的感觉一下就摔坏了 所以我觉得 还是买这个比较靠保险吧 然后正好配我的iPad mini 然后 这些应该就是 全部我在美国买的东西了 没有别的 应该 好 然后 谢谢收看 然后 请关注我下面的视频 然后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 就是 我之前说了我有四个订阅频道的人 然后 谢谢你们 然后 拜拜